講萬安 現在看起來不妙 真的只能夠靠陳時中的仇恨值 來打這一場仗 那另外呢 黃珊珊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黃珊珊背後有一個柯文哲 柯文哲最近多用力啊 他幫黃珊珊搶藍的票 連這個國台辦都大戰柯文哲的 這個驚嚇大橋 好啊 所以這個驚嚇大橋 不就搶到深藍的票嗎 而且柯文哲還說 你看看我就是偉人啊 這個你看這個那個那些這個藍綠之外的 這些中間選民 他們是靠向我的啦 所以這個議員怎麼看 其實剛剛年旺分析的 他一句話四個字 對柯文哲一語道破 柯文哲就是不甘寂寞 所以你看他上個禮拜 你看他這個人就語不驚人 死不休 因為他要引起社會的關注 他上個禮拜提驚嚇大橋 來驚嚇我們社會大壯 天啊 舉世滔滔 正在討論俄烏戰爭 俄國 為什麼那種獨裁式威權霸權 可以隨時入侵烏克蘭 就是因為他們相連嘛 卡都要搶不到 你為什麼要搶一個大橋 你去要迎接共軍嗎 這很莫名其妙 但是柯文哲就是要引起話題 你看他不但中共國臺辦跟他隔海唱賀 馬上誇他 說這是好的idea 不打緊 柯文哲今天還自比唐太宗 是啊 又齊你記不記得前幾年 柯文哲就一再的自比庸正 今天又自比唐太宗 他還稱他自己是真命天子 所以又齊你這樣回想一下 先前我送他一套龍袍 讓他做心理治療 這是對的啦 讓他私下穿穿做心理治療 那事實上黃珊珊本來靠他自己的實力 他其實到目前為止 他選得都還算很不錯 也有一定的聲量跟支持度 加上黃珊珊本人確實是優質 但是我認為第一點 他會被柯文哲拖累 因為柯文哲愛亂炮 亂講話亂扯一堆 其實其實黃珊珊 他在去上任副市長的前一天 我跟他在議會吃便當 我就是對他做個歡送 當時我有送他八個字 我跟黃珊珊說 敬諸者赤 敬科者黑 你怎麼看柯智恩的這個說法 還有他現在的處境 他現在面對的這個對手陳其邁 他這個不是省油的燈 陳其邁才講了四個字 就把他打死了 遠來是客 就把他打趴了 然後現在他又去得罪了這個韓粉 那你怎麼看柯智恩接下來 怎麼選下去 我覺得說這個他會支付 他之所以損韓國瑜 我認為這很清楚 就是說他是要向朱立倫交薪 因為又齊為什麼呢 又齊那個朱立倫最強的是什麼呢 朱立倫最厲害的招數 就是正前換降 你看那時候他把自己 雨沫登場換的紅袖柱 這個可以說是了無痕跡超厲害的 所以柯智恩在被提名 在被徵兆的那一刹那 他可能榮心大悅 但是心想害怕的就是說 可是這個主席萬一哪一天搞不好 把他賺錢換交道 所以他必須徹底的向黨主席 向朱立倫交薪 我在想這可能是他的動機 但是你事實上於公於私 他都不應該批評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再怎麼不計 他過去也是你們國民黨 法定程序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不是嗎 更何況在那時候於私的部分 你柯智恩在板橋選立委的時候 韓國瑜也是長途跋涉來幫他站臺嘛 所以於公於私 他都不應該這樣子用野餘的口吻 尤其韓國瑜蠻在意人家提他那個法量的 用外表來批評 基本上我覺得不好 可能他交出交久 自以為幽默 但是從這一場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得到國民黨真的是江河日下 國民黨就是火燒到屁股 臨時抱佛教才趕快 那找一個 看起來好像不錯的 也就是說國民黨事實上長期以來 他根本不關心中南部 他根本沒有長期在培養人才 所以沒有人才之下 過去他們必須靠派系的分章來治理地方 那現在派系又失靈了 你又不培養人才 火燒屁股之下 所以只好臨時找個雨量級的過來 這位雨量級的一開始又失了眼 所以我認為這場選舉 高雄市長的選舉是提前確定 那他們的提名人也提早出局了 而且議員這個柯貞恩在這個提名之後才說 他考慮要在各高雄自產 結果又被這個抓包 說原來他在美國早就有房產了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天啊 自產 然後他也說 側翼怎麼動作這麼快 沒有 他也不要說 他不講 人家也不會去扯出 原來他在國外自產 他講了這句自產 尤其我們大家努力 尤其我們臺灣人 終極一生的努力 就是希望自產嘛 有恆產才有恆心 不是這樣嗎 那愛臺灣的人 當然你自產毫不用考慮 你不但是在臺灣 而且你立志要耕耘的地區 像高雄市 你真的立志要耕耘 過去林佳龍要耕耘 臺中 他下去十年 十年就磨那麼一劍 結果你柯智恩 你連十個月 十個禮拜都不到 搞不好就十天內 那沒說 你自己的缺點 你別說 沒人知道你腳痠幾股嗎 結果你自己還扯出這一點 那坦白講 你也不用自產了 連租屋都不用 反正才剩四個多月而已 這個旅館住一住就算了 該走就走 你既然你的財產是在美國 那你就去負產 該去的地方 你就去吧